是不是只要提到對岸 現在什麼都不行 因為在委員會裡面 也發生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說呢 這個是民眾黨的林毅君委員 他現在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他排案要索取什麼 民防相關的資料 我們現在確實啊 今天不是也要討論民防法 是否要修法算 最後擋下來了 好 官員說這個叫做 系統化的勤收 不是正常的國會監督 那換句話說 他們是怎麼講 說部分立委無視 近期他們的說明 要強化台灣任系的政策 都解讀為發展民兵 他們覺得這個是配合敵人 對台灣社會發動攻擊 講到這樣 連在委員會裡面要資料 都會到這個程度 請教乃菁姐怎麼看 這個案子呢 因為林毅君他是針對說 大陸現在對台灣 我們常常 我們會感受到 有那種軍事威脅嘛 所以說呢 他就排了一個委員會要審查 就是如果說大陸一旦 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的話 我們的存糧各方面 有沒有些什麼樣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還蠻正常的 不是嗎 我們最近不是農業部才提了一個 才提了一份這個報告 就是針對我們到底現在的 戰備存糧有多少多少 因為你總是要讓 總是要讓這個民意代表 讓民意機關能夠了解 同時讓民眾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我覺得這樣子的去扣帽子呢 真的是一個最非常便宜形式的 一個做法 他現在就是要把委員呢 就民眾黨的這個委員呢 妖魔化 就是一種理應外核 好像是要去探取什麼樣的 機密資料 或是什麼樣的一個很神秘的 這個資料 但事實上你政府部門 事實上你政府部門 你要提供什麼樣的資料 給這立法委員 他們自己可以決定啊 而且很多 你看像是什麼 我們在疫苗採購的時候 我不覺得那些有牽涉到什麼 機密都槓槓槓槓槓 槓了那麼多的黑的 這個黑的簽字筆在上面了 所以說在一個政府部門 可管控的這個情形之下 他卻刻意的要去扣帽子 那我想他的做他的 他就在作陣吃作戰嗎 我特別要補充一下 因為這個提到民眾黨的立委 我說實在的 過去國民黨的立委被抹紅 這個是見怪不怪 可是最近我覺得民進黨 對我們民眾黨的一眼 尤其還有一個叫做我們的陳委員 他是主張獨派的 可是最近被抹 抹得非常紅 陳昭之 陳昭之 那我這裡特別 你想為什麼嗎 因為陳委員原來所屬的獨派 很獨的團體就叫北社 北社的人修理他了嘛 那一旦自己過去的同志 是很綠的修理他的話 他就往紅的這邊移動了嘛 你看政治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我坦白講他是不紅 他是對勢不對的 林委員連蕭美情當初都被講成是中國情 你還不習慣嗎 所以我特別要替林義軍委員 要講一句話 最近大家不是民進黨也在講啊 我們多偉大的四十萬的民兵嗎 其實他排這個案 因為他是這一次的招委員 四十萬名利 對 名利他是主要是要去了解這些 你國防部 內政部還有這些 如何面對這些 你如何去調配 他只要讓所有委員來了解這些 其實他知不知道 不要因為是國防外交就是有什麼機密 機密的東西 所以剛才在講官員到底 你講這些是什麼意思 是哪一個官員 你講出來啊 我也想知道 但是我覺得這是過度反應 對 這個是過度反應 但是他的目的 只要讓這個四十萬的名利 到底如何應用 假設有一天用到的時候 應該要如何去應酬帷幄 他只是要把這個事情凸顯出來 並沒有什麼泄密之說